首先我們進到這個假扇科技這邊來 他的Cloud Animator 你可以按一下新分頁 這樣就可以在不在玩弄裡面打開 那其實他們家的公司有很多產品 有很多產品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面 他有你如果點一下這個 Real Illusion 他們家的產品非常多 你要做這種動畫的 那比較常見的是 Crazy Talk 就是你有一個這樣 然後你臉部攝影機動 他這裡面的動畫就會跟著動 就會跟著動 所以有一些電視台也有用他的 好那你看還有做一些怪物的有沒有 還有做臉的 所以他蠻多的 那我們今天這個呢 是他裡面比較最近這兩年推出來的 這兩年推出來 那第一件事情 當然你要按一下 Start Now的話 要先註冊一下帳號 那這裡呢 那你可以選擇跟你的Facebook搭在一起 有沒有Facebook或者是Google 也可以選擇去用Email註冊都OK 但是不管哪一種他都會有一個認證的動作 好有個認證的動作 所以你要去搜尋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就等各位一下囉 來 那各位呢 你如果註冊好了 一進到這個裡面 你會看到上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1N中文 是的 不要懷疑 按下去 有沒有 有沒有 馬上變成各位熟悉的正體中文 好 這真棒的喔 沒有簡體中文喔 所以你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就比較友善一點 那好了之後你就按一個新新增方案 專案的部分喔 通通都中文的有沒有 看起來特別有親和力 對不對 這樣應該都很清楚吧 好 那看了這樣子變成中文之後 我先搜起來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時間軸 嗯 如果你真正要做動畫 其實這裡是要打開的 好 這是要打開的 如果你只是要看成果 這個是可以先搜起來 好 可以先搜起來喔 那你看到左手邊 有沒有覺得一種感覺 我們以後都會用PowerPoint就好了 不要教什麼WordExcel 太麻煩了 現在做動畫剪接影片 通通都用PowerPoint 就變得比較簡單 所以在這裡呢 你也可以把它稱作場景 也可以把它稱作是 Slide投影片都沒關係 反正就那個概念而已 好 OK